政府可不可以對國民這樣子 他有犯罪嗎 要搞這麼大陣仗刑警隊 大批人警堵在登記門 三位國民黨立委 把柬埔寨被綁架的年輕人 就回來 沒想到航警包圍出口 堵受害者要把人帶走 你們在限制中華民國民人生自由 當事人當事人的意願 你們現在 你們現在把當事人決定他的意願 是不是 警察沒去抓納詐騙犯 航警卻團團圍住登記口 準備把被害人強行帶走 你們在抓通氣犯啊 抓通氣犯都沒有這樣子 要下機的旅客全被堵住航警 才勉強浪路 才19歲的受害者緊握雙手 全程低頭一語不發 8月3號 他朋友介紹他去柬埔寨打工 還說簡直像度假一樣 沒想到卻遭到地獄般體罰 遭到綁架限制行動 如果被發現用手機定位 下場慘不忍睹 付給手機然後查到的話 真的有啊 就是你不他就會提罰 那種類的 用洗乾的話 繼續撞拍到他這裡 等他家人付錢就把他帶回去 是不是 對 柬埔寨有100多個園區 好在受害者出國前 有詳細告知家人自己在哪裡 才能被找到偷困 歷經15天驚魂記 警察該出現時沒出現 一回國卻離不堵人 難道是怕受害者說什麼 出雞門口強行要準備 把這個孩子就從通道帶走了 他有犯罪嗎 請民進黨高層好好檢討一下 不要搞這些小動作 航警局解釋是基於保護受害者 才如此做 但當千人滯留柬埔寨 300多人受困 當地卻只有6個台灣官員協助救援 對比這堵通氣犯的驚人保護陣仗 民眾就納悶 蔡政府到底在做什麼 記者劉志展張正銘 徐國豪桃園報導 推薦袋把CTI627就可以享有折扣優惠喔